大家好,我们本节课将来介绍隐藏提交参数当中的这个XSS 本节课将从以下四方面展开 第一部分对HTML表单当中隐藏参数进行介绍 第二部分介绍BubSort抓包测试 第三部分将介绍HTML当中的SVG 第四部分将介绍B和触发XSS 首先我们开始第一部分HTML当中表单隐藏参数介绍 说到HTML中的隐藏域 那么这个隐藏域是用来干什么呢 它主要是用来收集和发送信息当中的一些不可见元素 例如对于网页的访问者来说隐藏域是看不见的 当表单被提交时隐藏域就会将信息 用你设置时定义的名称和值发送到服务器 从而服务器接收到对应的请求 进行对应处理和响应 那么它具体的代码格式 首先它要包含在表单当中之后是input input这里的类型type是heiden 这里指定它的名字和具体的值 例如咱们稍后将介绍的这个实验当中的这个form date 我们这里的p3就是一个隐藏值 我们稍后将会查看 那我们首先开始第二部分 使用bobsort抓包测试 那么使用bobsort进行抓包 截取提交的HTP请求 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对应的原代码 inputheiden 然后namep3value是hackme 并且在它提交的这个具体参数当中 是有p3hackme以及p1p2 下面咱们来进行演示 首先回到这个谷歌浏览器当中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bobsort 开启阶段 然后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 提交一些参数 点击search 那这时候咱们抓取到对应的这个 HTP请求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原代码审计 按F12打开审计工具 之后我们选中这个小勾 然后点击这里 然后打开form表单 之后我们查找一个heiden 我们在这里 Ctrl F heiden 是iddden 可以看到这里有对应的heiden 它的name是key 然后它的value是这里 我们应该是在form下面 它有两个heiden 点击下一个 我们会看到input type 然后name是p3 在这里有p3 value是hackme 并且我们抓包 也看到了这个p3和hackme 抓到这个hackme之后 我们开始第三部分 htmlang中 svg的介绍 那么svg 它的这个含义 就是可缩放的实量图形 scanboard vector graphics 那么它主要是用来 使用 xms 格式 定义的这个图像 那么 svg 文件可通过 这个inbed object iframe 然后插入到 html1 档当中 也可以使用svg 标签进行插入 例如 咱们这里 给出 它对应的 这个方法 svg 然后一个鞋杠 或者一个空格 然后对应的事件 然后 等于什么什么 比如说 我们事实件 是unload的 也就是说 当咱们加载svg时 触发 对应的这个事件 稍后我们将会介绍 利用svg进行 xss 漏洞内容 下面我们开始第四部分 闭合 触发 xss 这里我们给出 对应的payload 我们直接查看payload 都可以明白 它是闭合 属性 然后使用svg unload 然后弹出 对应的这个内容 然后使用百分号 0a 替换空格 来将 这个标签之间 有一个间隙 刚看到 我们这样来进行提交时 就会弹出 对应的这个 domin name 这个对话框 并且 这里应该是 一点确定 然后congratulations 然后开始 第五个挑战 下面我们来进行演示 首先 回到咱们浏览器当中 然后咱们需要打开bobsult 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可以测试 这个 首先action repeater 重复测试 我们看到三个参数 那我们就可以在 第一个参数 alert domin domin 然后是 document domin 然后是我们闭合 点击go 那我们可以将它 在浏览器当中 打开 copy 然后我们打开浏览器 kontrol位 这时候会发现 没有输出 对应的这个弹框 是直接输出到1当中 那我们发现 它是应该是进行了 对应的进化 使得咱不能弹出 这样一个脚本 那同样 我们再将这个脚本 复制出来 然后我们继续 在这里进行插入 点击go 这时候它开始 重定向了 我们重新进行抓包 重新抓包 然后点击 这里 然后我们输1 search 这里有它对应的内容 我们同样 在这个japan这里 kontrol位 输入对应的脚本 forward 在这里 同样 它没有输出 咱们这个 script脚本 内容是直接将具体的 这个字符串 输出到这里 由此呢 我们大致可以判断 pepr是不太容易进行插ss的 那我们开始测试 第三个参数 解断 然后我们重新进行输入search 在这里我们hackme hackme 我们来查看一下 它的这个具体内容 首先 首先选中表单 这里因为是已经提交了 阶段的请求 我们在这里 首先来测试 hackme forward forward 它这里 没有输出 对应的这个内容 search 我们继续 测试 forward 这里是没有对应的这个响应 而我们却在这个hackme 这里出现了具体内容 我们可以看 它这个hackme的这个内容 是在这里 那么它的value 是咱们之前提交的hackme 以及script 然后alert 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script的脚本 被成功的加载到 这个hackme 这个value 属性当中 那这时候 我们就考虑 闭合属性 和使用 其他方式 进行 对应的 这个测试 比如说 加载委协议 加载 对应的这个事件 那我们接下来 使用的是 闭合 这个input 然后加载 咱们对应的这个脚本 那接下来 咱们来进行测试 解断 然后咱们一一 search 在这里 咱们把hackme 给它进行修改 首先 我们要闭合 双引号 然后一个监控号 闭合的input 然后我们script alert document 叫domin 然后是我们闭合script 然后 点击forward 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 弹出了 对应的这个对话框 点击OK 我们同样 可以查找 咱们这个内容 Ctrl F script 这里 我们选中 Ctrl F script 点击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在这里 我们会发现 它这个 hackme 下面 直接插入具体内容 并且这里输出了 咱们后边 没有闭合的 这个标签 由此 咱们就将 javascript 代码 成功的 进行了 直写 触发了 XSS漏洞 这是咱们之前 实验的一个效果 那下面 咱们进行总结 首先 通过本节课 希望大家掌握 HTML当中的 表单 隐藏参数 以及 咱们使用 BobSort 进行抓包测试 以及 SVG 这个具体内容 当然 咱们这里 没有SVG 应该是将 SVG 进行利用 将它 这个 最小化 放弃 我们这里 将这个内容 给它复制出来 复制 然后我们使用 BobSort 进行演示 当然 我们不一定 非要用SVG 这里只是做介绍 Ctrl V 这里 点击Forward 同样 弹出了 这个 弹框 然后 这里 SVG 可以看到 这个 闭合之后 SVG 是在这里 成功的 进行了执行 并且一到这里 可以看到 SVG的 这个 样式 可以看到 是300 乘150 300的宽 150的高 然后进行 加载 那么 unload 表示 加载 那么它 只要打开页面 就会触发 然后弹出 这个对话框 这是咱们SVG 利用的这个过程 那下面 咱们进行总结 刚才也说了 大家要掌握前两点 其次 大家要掌握 这个SVG 该如何利用 那么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咱们SVG 没有被进行过滤 那这时候 进行触发 XSS漏洞 利用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这样一个标签 同时 大家要掌握 闭合 这个技巧 如何闭合属性当中的 这个内容 双引号 然后监口号 然后后面 就可以执行 对应的 这个注脚本 从而触发 咱们XSS 那么以上 就咱们本节课 全部内容 本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